更重要的就是说 如果王金平愿意出手 帮他稳住 有鬼舍生的票源的话 或许韩国瑜还有一丝希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角人张有话 闯龙潭 炭虎穴 炭银山 炭银山是一部非常有名的军剧 讲的是包枕断案 炭虎穴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闯龙潭 就是一部非常著名的电影 这三个正好是韩国瑜 从1月28号到1月30号必须做 韩国瑜为了争取这次 立院龙头宝座 他是一路带着江启臣去拜会的不少人 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 大家不要小看 都已经忘掉了 这个人对于立院的政治生态 是非常非常的熟悉 就是前立院龙头 王金平 事实上 韩国瑜的股票算票跟跑票 王金平应该都已经告诉他了 注意的事项那是什么 如何回应 柯文哲的事项改革的需求 如何针对民众党可能的动向 进行沙盘推演 这一些就王金平在立院那么多年 韩国瑜也会了王金平 我想王金平应该会告诉他 目前立院的政治生态 还有未来立院龙头宝座 争夺战的过程中 股票算票跟跑票的问题 韩国瑜之所以拜会王金平 因为他知道国民党在这一局里面 朱立伦有点无能为力 因为毕竟朱立伦不太熟悉 或者是掌握立院龙头的这一战 韩党韩国瑜就必须要向王金平取经 其实如果韩国瑜找王金平操盘的话 王金平是国民党内 也可以跟柯文哲说上话的人 虽然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各位有没有发现 王金平很少很少批评柯文哲 柯文哲就挤住业会 王金平在选举前 尤其是对于蓝白河的整合的过程当中 王金平给柯文哲也提了不少的意见 当然柯文哲有没有听进去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至少每一次柯文哲找王金平 都是柯文哲主动 王金平被动 正如同这次韩国瑜 他找王金平 主要就是三个目的 就是如何回应 民众党的四大诉求 所以韩国瑜在FB上面 同意 然后进而扩大 还有包含朱立伦的五项决议 回应 善意的回应的民众党 四大诉求的改革 那第二个 韩国瑜也在FB上 表达拜会柯文哲之意 从这一些各位都可以看得出来 这幕后是由王金平运作的影子 这个是第一个 就是说至少我先稳住民众党 那第二个 王金平难道不会跟他 估票算票跟跑票的事情吗 当然会嘛 王金平这一次 因为是总后援会的会长 所以全台他也跑透透 他当然知道 好 在朱立伦口中的牛鬼蛇神 就是地方派系 他们投票的动向 王金平当然知道 所以他也会为他分析 哪一些票员你要注意 哪一些票员不稳 你要关照 从这个第二项 各位就可以看得出来 韩国瑜离立院 已经有一段时日了 现在重返立院 那对立院的政治生态 没有人比王金平还要清楚 所以他在求取智慧 而后 担任院长的话 他要如何做 王金平是活教材 这个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 对于某些票员不稳的 或者可能跑票的 韩国瑜会请 王金平稍微稍微 协助一下 看看能不能稳定这些局势 一切都等2月1号以后再说 那从这一些 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 大选延长赛 就剩下这一场最关键的战役 这一场最关键的战役 就国民党来讲 国民党从2016年 丧失了立院龙头宝座以后 已经8年不再语文立院的龙头 那现在王金平 愿意帮韩国瑜提意见 出点子算票 可以说 这也是王金平 在从政生涯当中的最后一战 因为这一战以后 王金平就因为年岁已高 大概也不会再从事任何的政治活动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出来 韩国瑜他业惠王金平 当然国民党内有人会不满 但是不管如何的不满 毕竟立院的政治生态 王金平知道的最为清楚 他也当然知道游锡坤的落点 那他怎么可能不知道 当然知道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说 国民党现在走到这一个地步 如果还有猜忌 如果还有猜疑 让有六成以上胜算的韩国瑜 不幸重见落马的话 对国民党在立院的政治生态 会形成一个极大的冲击 所以不可小看 这一次大选延长赛的严重结果 韩国瑜上位 就证明这个延长赛 国民党还有一丝元气 如果丢掉了这个位置的话 你国民党这个元气 都会换散掉 纵然他是第一大党 可是他也发挥不了什么功能 你唯有就是说韩国瑜 透过王金平 看能不能求取智慧 争到保重 这个才是国民党 在这个时候 就必须要上下一心的原因 所谓的团境团出 集体量票 一票不少 这12个字国民党提的 但是谁敢保证 纵然团境团出 集体量票 有人不量票 那你国民党怎么办 一票不少 谁能够保证 但是民进党可以保证一票不少 那国民党敢不敢 这里面就要看 韩国瑜的政治手腕 再加上 王金平的指点 否则的话 否则这个 这个延长赛 好好的一场赛局 打到九局下半 两好三坏满垒的时候 被删成出去 这也就是说 国民党内 很多事情 我已经是懒得讲 为什么懒得讲 因为这里面的耳鱼我上 还有国民党的那种习性 他到现在 他还认为他是执政党 就是说民进党 不顾一切的向前冲 他还要不断的踩刹车 政治后果 当然是国民党承担 有时候我是搞不懂 但是至少在这一个布局上面 韩国瑜找王金平是对的 韩国瑜向王金平求取智慧 那也是对的 更重要的就是说 如果王金平愿意出手 帮他稳住 牛鬼蛇神的票源的话 或许韩国瑜还有一丝希望 请不吝点赞 别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